在结束不久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篮决赛中,中国男篮红队在第二节一度落后伊朗队16分的情况下奔起直追,最终以84比72战胜伊朗队,吃个八年重夺亚运会冠军。 让我们自豪的是,中国篮球此届亚运会,包揽了篮球项目全部四枚金牌,中国男篮为何能16分逆转夺冠? 两名嘴都说到了两点,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男篮红队全队四人得分上双,周期全场砍下15分,11篮板四代帽,二助攻二抢断,而阿布杜莎拉木砍下20分六篮板,赵瑞砍下16分六助攻三篮板二抢断。 方硕砍下16分八助攻两篮板,除了这四名球员外,其他球员也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周期开场提示器的迎头隔空,王哲林和董汉林在防守端部一律力扛着哈马德哈达迪,方硕顶住压利欲战欲勇,阿布杜莎拉木在选阶段的完美表现。 看过比赛的球你应该知道,中国男篮红队此一赢得让人感到自豪和骄傲,我们从这支中国队身上看到了拼搏,自信和无畏,从落后16分到最后大比分获胜。 这样的比赛怎能不让人感到振奋,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队在防守端听尽全力,传导球也做得相当不错。 拦协主席姚明甚至在场下拉着王哲林和周期将解如何去防守哈达迪,这场胜率是属于这支中国队全队的。 在赛后,国内两只名篮球评论员苏群和王蒙第一时间,在微博上对这场比赛发表的评论,两人都说到了两点。 首先这场比赛是属于中国队全队的,其次姚明的改革获得初步成像。 苏群表示,这是中国篮球小伙子们的胜利,是李南的胜利,是姚明的胜利,是所有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不黑他们的球迷的胜利。 而王蒙表示,方硕、赵瑞、周期、阿布,每一人都发挥得这么好,要知道他们都在扮演之前从没扮演过的角色。 而这场决战靠的不是某一个人,是他们每一个人,包括李南指导、姚明领队,在崭新的角色面前,都给出了让人满意幸福的表现。 值得一提的是,蓝鞋主席姚明在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,还奉献了经典的表情包。 虽然姚明一开始的表情比较严肃,但随着比赛的深入,随着中国南篮红队这帮小伙子在赛场上打出选信和斗志,他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。 姚明在成为蓝鞋主席后,中国篮球就在这一次亚洲大赛,上拿到篮球项目全部四枚金牌,就如汪梦所说的,这样的成绩不能证明一切,可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很多东西。 最后咱们来简单说下周琪,在两年前的理论奥运会上,周琪场均只能拿到五眼六分,1.2篮板,0.8助攻1.0盖帽,还有2.0失误,被很多球迷戏称为周一板,如今周琪的成长和进步则没有目共睹,他已经成为国家对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,成为中国球迷的英雄。 在此,我们不得不感谢火箭队的悉心培养,周琪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,除了个人的不懈努力外,火箭队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